世界如此喧嚣,真相合计稀少 欢迎来到吴小波频道 我经常有朋友问我一个问题 他说吴老师,你说我们的经济好了还是坏了 你有什么指标可以告诉我没有 那么其实每一个人观察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区域的经济好不好 是会有不同的指标的 比如说我们的上一任总理,温总理 温总理到各地去调查去看的时候 他往往会问三个问题 叫做温三问 问什么呢 问第一个,你们这儿的GDP多少 第二呢,你们这儿的财政收入多少 第三个,你们这儿的就业率现在达到多少 然后呢,现任的我们的总理李克强总理 李克强总理也经常到各地去调研 李总理呢,就会有另外三问 叫做客强三问 他问什么呢 第一个呢,问 你们这儿的用电量最近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 第二呢,问说 你们现在的货运量 商品的货运量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 第三个呢,问是你们这个地方的存款的流动量 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 所以他们两个人的问的侧重点和方向会觉得不一样 我呢,也经常到全国各地跑 当然我不是总理了 我连总经理都不是 但我呢,到各地呢 我会去问另外三个数据 问哪三个数据呢 第一个我会问什么呢 问说,你们这个地方的商铺的租金是涨了还是跌了 第二呢,我会问说 你们这个地方啊 这个厂房的租金是涨了还是跌了 前两问都可以总结为 包租婆到底是赚了还是赔了 那么吴三问 你的第三问到底是什么呀 第三个呢,我会看 看什么呢 看高速公路边上的那些高炮广告 到了晚上的时候 那个灯呢,是亮着的还是暗着的 这个是我观察中国经济的三个指数 所以大家看 温总理也好 李总理也好 包括像我这样一个普通的一个经济观察家 我们的宏观的很多数据都不一样 那总的呢 我们会从这些数据里面去看经济的涨还是跌 你问我说 这九个数据 从GDP 财政收入 就业率 用电量 货运量 存款流动率 到商铺租金 厂房租金 和高速公路边的那个高炮 广告晚上登的 亮的还是暗着的 各位这九个数据到今天 恐怕都不好 采购经济指数 PMI 这个是观察一个国家制造业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数 今年11月份的时候 跌到了50.0 PMI值是什么 融库线又是什么 接下来是890财经知识普及时间 哪里不会 讲哪里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 我看不懂吴小波频道了 PMI值 中文名叫做采购经济指数 它是国际上通行的宏观经济监测指标体系之一 PMI值涵盖众多领域 分为制造业PMI和服务业PMI 每个月分别发布 通过对采购经理的阅读调查汇总 监测和预测国家经济活动 而融库线就是PMI指数的分水线 当PMI大于50时 说明经济在发展 当PMI小于50的时候 就说明我们的经济正在衰退 不用谢我 我是雷锋 那么50.0说明什么呢 说明一直到2014年的年底的时候 中国制造业仍然处在一个低温徘徊的这么一个阶段 那么到了今年四季度的时候 花旗银行说今年四季度他们预估 四季度的GDP大概在7.1%左右 所以也不是很好 所以总的来看说明什么呢 说明在2014年的四季度 中国的实体经济表现是非常的一个不好 这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个基本面 但是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的标题叫做 卷土重来的泡沫 这是什么呢 这是中国当前宏观经济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 就是一面我们看到整个实体经济的表现非常的差 居民消费非常的不足 中国现在基本上是处在一个实体经济比较微靡 消费严重不足的情况下 这时候经济该怎么办 美国人也面临过中国这样的一个问题 2011年的时候 美国经济还没有从全球军容危机中给恢复过来 仍然处在一个萧条边缘的时候 曾经有人问过2008年的诺奖得主 叫做保罗克鲁格曼 问克鲁格曼 说现在美国的经济很差 美国居民不肯消费 他说你能不能帮我们想个办法 说怎么能够让美国的居民消费增加起来 然后让美国经济振兴起来 克鲁格曼说有一个办法 我告诉你不要告诉别人 什么办法呢 就是我们现在宣布外星人要入侵了 为什么呢 因为外星人一旦宣布要入侵美国以后 一件事会再发生 就美国的军费一定会大规模增加 当美国军费大规模增加的时候 制造业就开始启动 制造业启动以后消费就起来了 克鲁格曼说开玩笑说 在一个经济学家的眼里 是消费会创造需求 而不管它是哪一种的消费 这是美国的一个状况 但在中国 你会发觉 当前面我讲的这九个数据 都非常差的时候 当消费需要被重新启动的时候 我们是不需要像克鲁格曼那么费力的 宣布外星人要入侵中国国土了 我们只要干嘛呢 我们只要干两件事 第一件事 我们只要把水龙头打开来就可以了 第二件事 我们只要把印钞机的速度 能够加快来就可以了 这就是当前中国 2014年底2015年初 中国经济一个非常诡异的景象 就是当市地经济非常差的时候 资产和货币的泡沫 突然间的给爆发起来了 为什么这么讲呢 我们来看现在的几个数据 第一个数据 货币 2014年 虽然我们并没有对外的宣称说 我们要搞4万亿计划 5万亿计划 8万亿计划 我们现在没有讲这句话 但实际上在2014年 我们国家的整个新增货币的投放量是非常大的 今年上半年贷款的新增额是5.7万个亿 那么全年来看的话 今年到年底 我们应该是在9.8万亿到10万亿之间 今年全年的M2 广义货币的增长速度大概在14%左右 也就是说 整个广义货币的增加量是GDP增加的一倍 大家知道M2是什么吗 它的中文名叫做广义货币供应量 与它相关的概念 还有M0 M1 还有M3 整个M家族都是反映货币供应量的指标 始终M1反映现实中的购买力 而M2反映现实和潜在购买力 如果M2过低 M1过高 表示需求旺盛 而投资不足 而M2过高 M1过低呢 表示投资过热 而需求不足 这相当于热脸贴上了冷屁股 所以这个比较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2014年实际上货币的整个投放量是比较大的 这是一个货币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投资 今年发改委非常的忙 一方面它在搞各种各样的部门改革 发改委的价格师 能源师的好多师长副师长都被扎起来了 另外一方面 发改委的大量的批 各种各样的重化工业和基础建策设施的投资项目 到了今年12月份 我们简单算了一下 今年批出来的铁路建设的投资规模 大概在1.1万亿左右 发改委批了全国22个城市的地铁交通设施项目 加在一起8000多个亿 所以铁路加上地铁 加在一起2万亿 这是一个 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投资的一个规模 第三呢 楼市 14年从年初到年底 中国房地产市场可以说是经历了一个非常戏剧的波动 从年初开始大家都在说限购 现在要取消 有些城市像五湖这些地方已经率先突破中央的规定 限购现在取消 然后国家有关部门说不鼓励 这个也不干涉 到了9月30号的时候 除了北上广盛四个一线城市以外 全国几乎所有城市的限购现在全部取消 所以到了10月份的时候突然出现一个景象 全国前70大城市95%以上的房屋交易量出现了一个紧碰的现象 比如我的家乡在杭州 杭州今年11月份的房屋交易量达到了1.8万套 这个数字是2009年以后的一个创造一个新的记录 而这个景象几乎出现在全中国所有的城市里面 号外号外 吴小波频道微社区已经成立了 只要进入微信订阅号吴小波频道 戳戳右下角书友会 再戳微社区 你就到了书友们自己的地盘了 全国各地书友齐聚一堂 聊天晒图话题讨论 引起大奖 吴老师也会不定时来社区跟大家交流哦 伙伴们还不快嗨起来 而且另外一个是土地出浪金的部分 我前面讲了北上广深的限购线带到现在还没有取消 但是北上广深1月份到10月份的这个土地出浪金啊 加在一起已经达到了4700亿 它的楼面价到了多少呢 达到了8500块左右 这个数字跟13年相比是什么呢 2014年北上广深的出浪土地 它的这个楼面平均价格是2013年增加了53% 而且我们还查了另外一个数据 很恐怖 就是在过去的三年多里面啊 虽然国家对房地产的价格一再地进行打压和通过宏观调控 限购现代的方式进行限制 但是在这个三年里面 中国前确实大城市土地交易价格从来都没有下跌过 最近这段时间各个城市不断的出现地亡楼网的一个消息 所以到了10月份以后 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突然间出现了一个小洋村 这是楼市问题 第四个股市 今年11月21号的时候 李克强总理在杭州做调研 这一天他去杭州运河边去视察了一个私营的一个书店 就小丰书店 再去跟这个小丰书店的店主在非常亲切地聊天 同时北京宣布降息 这是存款降了0.4% 贷款降了0.25% 是一个不对层的降息 这个是央行28个月以后的突然降息 21号的降息 几乎全中国95%以上的经济学家都没预测到 大家都认为说你可能需要降息 可能需要降准 但都没有想到会在这一个时间点 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前突然会降息 结果降息以后直接导致什么呢 导致中国的资本市场突然间在21号以后 出现了一个紧碰式的增长 到了28号的时候 11月28号 深户两时历史性的交易额达到了7100亿人民币 这个数据一旦出现以后 全世界都给惊呆掉了 因为在此之前 全世界单日交易量最高的那一天 是2007年的美国的一个股市 那现在我们达到了7000多亿人民币 然后根据那个交易额来对应来算的话 中国上市公司的交易市值总量 历史性的超过了日本 成为了全球的第二大资本市场 所以这样的一个突然的一个爆发的资本市场的热潮 这个到来出乎了很多人的一个意料 所以我们从总的宏观面来看到的 这是一个景象 就是在实体经济非常弱的情况下 货币的投放量在大规模的增加 投资特别是以铁路和地铁为代表的 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在大规模的增加 楼市出现了小阳村 资本市场出现了一个狂飙期 说明什么呢 说明泡沫已经开始诞生了 同时在一些区域地区 因为国家战略的实施 也出现了一个投资的一个狂热期 今年的11月4号 中央召开会议通过了一个建设 一路一带的这样一个战略规划 所谓一带就是以西安为起点 向西建设一个丝绸之路的经济带 就跨越整个中北亚地区到欧洲 建了新基带 然后第二 所谓一路就是要建设21世纪的海上 丝绸之路 就是以福建往下走建立 一个是在西北 一个是在东南 建立了一路一带 然后因此我们成立了一个叫 亚洲基础建设设施银行和丝路基金 由此一路一带就激发了中国几个 区域地区的一个投资狂潮 丝绸之路的这个建设 现在按铁路上的规划 大概需要在未来几年内投资3000亿到5000亿人民币 然后未来十年内 以西安向西地区的整个东北亚地区 整个投资 据规划在未来十年内 整个投资金额大概在七亿 七万亿美金左右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投资规模 然后前两天呢 我到福建去做调研 福建的官员满脸通红的跟我讲 说这个前两天 我们这个习总书记 刚刚在我们福建做调研 然后离开 他给我们福建省啊 提出了一个未来发展的一个战略目标 是什么呢 是福建省需要在2018年的时候 福建的GDP总量要超过台湾 超过海峡对岸的台湾 这个目标 那我就问福建人民说 那以后打算怎么能够把它搞成功呢 他们说我们现在已经福建省 已经打包 打包向国家发改委申报项目 申报多少项目呢 申报了三千五百多个项目 那总的投资金额多少呢 他们算了算 大概需要七万亿左右 所以一路一带 激发了中国一些区域地区的一个投资的一个热情 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的一个新的景象 就是当中国的实体经济陷入第一迷的时候 我们通过什么方式来让经济 在2015年有可能出现一次复苏呢 通过两个方式 第一个方式呢 就是把水龙头拧开来 今天我们看到的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的复苏 包括资本市场的复苏 其实都不是实体经济的基本面好了 或者中国的房地产市场通过保障型租房的改革 已经完成了整个机构性的调整 而是什么呢 而是完全是政策松绑所带来的 比如说楼市的付出是因为什么呢 是因为我们逐渐的取消了限购现代 那么资本市场的付出是什么呢 是证监会在2014年放宽了上市公司并购 审批上的很多手续 同时呢 对很多券商的这种资本市场的炒作行为 进行了刻意的宽容 所以带来了资本市场的一个狂标 所以我们在最近这段时间看到了很多年不见的一个景象 就是一家非常小的上市公司 因为具有某一个并购题材 结果12345678居然会出现20几个掌停板 这件事情在三五年前是很难想象的 一旦出现五到六个掌停板的时候 很快就会被停牌 你需要公告 你为什么 但是最近这段时间我们看到 它可以有几十个掌停板 我最近还听到一个公司特别有趣的一个炒作的一种方式 这家公司他老板跟我讲说 你看 老师你看我在过去的两个月里面 我让我的公司市值翻了一番 我说你怎么翻翻的呢 他说很简单 我把我这部分的股份拿出来 支押给银行套了一两个亿出来 这两个亿就去买了一些公司 比如说买了一些网游公司 买了一些环保公司 我每买一个公司 股票价格开始涨 每买一个公司 股票开始价格涨 几个月下来以后 我从银行里套了这部分钱 造成了我这个20多亿的一家上市公司的市值 你看现在已经到了50个亿了 这样的故事 在中国的资本市场 现在正在一一的一个发生 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就是在实力经济还没有完全复苏的情况下 以房地产市场和资本市场 为两个基本的泡沫市场 中国的整个泡沫经济又开始复苏了 吴老师你为什么用了又这个字呀 也不知道是该洗还是该用 那么这样的景象 其实在中国的历史上 并不是非常的陌生 如果我们往前看的话 我们会发觉说 其实在2005年的时候 也曾经出现过这个景象 就是以房地产市场和资本市场的泡沫化 来推动了整个经济的复苏 然后在2009年的时候 我们又一次看到过的那景象 仍然是以房地产和资本市场的泡沫化 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复苏 那么在即将到来的2015年 我们很可能第三次的出现 这样的一个情况 也就是说在2015年 中国的老百姓很可能面临同样的 在2009年曾经发生过的一件事情 就是你捧着钱跑到马路上 然后去问专家说 我应该是向左去投资房地产 还是去向右去投资股票 为什么呢 因为你觉得你口袋里的钱 变得越来越不安全了 泡沫正在单身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 我们的朋友们会问一个问题说 那么我该怎么办呢 我有没有办法在泡沫 有可能重新在中国宏观经济层面上 出现的情况下 我能够成为一个不被泡沫抛弃的人呢 我在电视机前能够给到大家的建议 这是两个尝试 第一个尝试呢 是你赶快去购买一个泡沫 这个泡沫能够和现在那个大泡沫 能够挂钩在一起 这是一个购买泡沫的行为 第二个行为呢 是你让你自己变得更加的坚强 变得更加有用的一个人 你要么去创业 那么成为一个专业者 要么如果你是个公务员呢 就好好地当公务员 争取由一个副科长变成科长 科那边的处长 处长变成省长 那那个时候呢 也就战胜通货膨胀 所以购买泡沫 和让自己变得更加的强大 是在未来的几年内 中国进入到一个新的泡沫周期中 一个个人 唯一能够做的一件事情 泡沫只有在破灭之后 才能被判定为是泡沫 而每一个泡沫 都将经济重新洗了一遍 出发了一遍